词曲 李宗盛 就是第一次就是跟我们南京民族乐团跟联合国教科文合作 在一场演出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阿拉伯地区的演奏家 他就是演奏一个他们当地的就斜吹的一个乐器 因为那个乐器的特征跟甲胡的这个骨管很接近 因为它就是管子上它是木管 材质不一样很大小不一样 但是形状是一样的 一个管子上中间几个纸孔 它上面没有任何的吹口 也没有任何的切口 跟咱们出土的东西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后来就对这个甲胡的这个骨管 骨乐就是产生了浓和的兴趣 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它不只是中国音乐史的开篇 也是世界音乐史的开篇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 能够真正把它演奏出的人 现在是个位素 当时呢是因为做了第一支 就是用骨头做了第一支这么一个乐 吹响的一刹那 我鸡皮疙瘩之书 就是我当时就在想 人类九千年前有什么 但是我找到了九千年前的声音 对吧 所以说呢 当时就在想 因为没有曲子嘛 我当时没想到 没想到要什么曲子嘛 我在想九千年前 我用音乐来表现一下 想象一下九千年前发生了什么 就是叫做 我想中国人的历史 看似说神 实际说人 把一个先后的历史人物 分为神明 讲出时代传承的华夏精神 那么以此取 向我们的华夏先祖致敬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延长 好玩啊 对啊 因为我首先第一个 我本身就是搞这个专业的 那么搞演出专业 演奏专业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可能在乐团里面用的 不像笛子那么多 对吧 但是它作为色彩 作为独作 作为色彩乐器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乐器 它有真假声两种音色 真假声两种音色 这笛子里面所没有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 好一个假声 就有人唱歌唱不上去 用假声唱一样 是不是 这笛子里面没有的 第二个呢 它比笛子呢 还往下多了一个小三度 还宽一点 是吧 再往下多一个 从声音的角度 肯定也是不一样啊 因为它语言不一样啊 因为它就是一种语言啊 它声音出来音色不一样 它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啊 比如说我要 我要欢快一点呢 我要优扬一点呢 都可以啊 它这个呢 而且它这个什么呢 它的张力很大 强 强很强 弱可以做得非常弱 现在起步帮帮来 这个 啊 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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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